说人情冷暖 俗世间百态 大家好 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李勇正在公司上班 电话响了 哎呀呀 儿子呀 你快回来看看你妈吧 我快要死了 老妈在电话里声嘶力竭 妈 你这又是要干啥呀 李勇脑袋很大 老妈这种把戏从她第一回出对象时 就时不时上演 已经演了最少二十年 李勇一共谈过五个对象 结过三次婚 除了灵子都被老妈给活活搅黄了 现在第三任老婆灵子 性格很能忍 李勇为了保证这次婚姻长久 特意住得离父母很远 平时没事也尽量少让婆媳见面 但现在结婚第三年 老妈还是越闹越凶 其实从她结婚不久后 老妈就开始背后挑灵子毛病了 但她自己有经验 不管老妈说什么 她要么不搭茬 要么立马走人 绝对不能让老妈再搅黄自己的第三次婚姻 李勇曾无数次对自己说 就这样好不容易坚持到结婚第三年 女儿七个月 老妈胡闹已经愈演愈烈了 所以这次老妈一打电话 李勇就能猜到老妈要干什么 你活得好好的 怎么要死了 李勇说 妈 你别影响我上班啊 你亲妈要死了 你还惦记上班 老妈尖泪地问 你良心让狗吃了 都多少回了 你总说要死要死的 哪回真死了 李勇躲进洗手间冲着手机喊 她不是很爱跟父母发脾气的孩子 但现在实在是忍不了了 我先问你爸 老妈说了一句 然后手机里停顿了一下 传来了父亲的声音 你妈是真病了 难道这次是真的 李勇不敢大意 请了假就敢去父母家 进门看见父亲坐在沙发上 母亲坐在餐桌旁边 正在吃水果 哪有一点生病的样子 更不要说快死了 妈 你怎么又说谎啊 爸 你怎么也跟我妈一样一起骗我 你们知不知道 我这疫情假 奖金又要扣了 李勇现在当爸爸了 对于收支开销 比以前更在意 我哪里骗你了 你妈就是病了 神经病 老爸气呼呼地说 又指了指地上的绳子 我不那么说它就要上吊 我能怎么办 一根绳子丢在老妈脚边 老妈听见这话 把水果盘子一推 扯着嗓子哭 哎呀呀 你们看 我吃点东西 就当我没病了 我这是为了活命啊 我都被那个玲玲气死了 玲子在家 你在自己家 你们都没有碰面 她怎么气你的 李勇问 我去你家了 你去我家了 去我家干啥 我不是说 没重要的事不要去吗 要去也先跟我打个招呼 李勇脑袋里马上就开始模拟上演老妈 在自己家里跟老婆发生口角的场景了 我是去给玲子说好话的 让她别生我气了 可她好话不听不懂 骂我恶毒 让我滚 还拿水杯往我身上砸 老妈嘴里已经描述出 完全脱离了真相 全都是她自己胡编乱造的 我的肩膀现在特别疼 就是被玲子砸的 老妈摸了一下 根本不疼的肩膀说道 儿子 你可怜可怜你老妈我吧 这媳妇不能要了 太婆娜不讲理了 从她进门那天就跟我对着干 妈老了 干不过她了 我想活着呀 儿子 老太太开始干好了 李勇无动于衷 不是她心狠 是老妈这种套路 她已经太熟悉了 李勇揉了揉脑袋 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快下午四点半了 再回公司也没必要了 我回去问问 然后就赶紧走了 她不是真要去质问玲子 玲子啥人她清楚 而是想这个理由 更能离开老妈 走到外面冷风一吹 心里的烦梦更加浓了 想想这次的矛盾源头 说来说去 不过是 就因为一条鱼 除夕那天 赵丽氏 林子在做家宴 大人孩子一共五口仁 孩子计划做十道菜 其中有一道是红烧鱼 鱼正在锅里炖着时 孩子醒了 一直哭 李勇喊林子去喂点奶 林子让李勇帮着看锅 结果几分钟后 李勇检查鱼的时候 用铲子翻了两下 力道大了 鱼身断成了两截 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 李勇也没说 盖上锅盖继续炖 然后要等吃饭的时候 婆婆就发现 鱼断成了两截 立马尖酸刻薄起来 林子 这鱼是你做的 是啊 林子还没意识到严重性 你的心为什么这么怠毒 婆婆突然间就叫了起来 今天是除夕 你是咒我们全家不顺利吗 咒我们家人分离吗 什么 林子蒙了 妈又咋了 李勇问 老太婆你喊啥呀 吓着孩子了 公公也抱着孩子过来了 这红烧鱼我爱吃 有啥问题 有啥问题 婆婆从桌上拿起筷子 在鱼身上下抬了一下 她故意把鱼弄断了 弄断了 这是大不吉利 原来是这个 李勇也刚明白老妈喊叫 说 妈 这不是鱼子弄的 是我刚才翻鱼弄断的 断了就断了 不是一样吃吗 你别打惊小怪的了 团圆饭上别再找茶 公公也说婆婆 明明是她居心不良 怎么是我在找茶 婆婆瞪大眼睛 她不但不承认 还把锅让我儿子背 谁背了 那本来就是我弄的嘛 李勇被老妈吵得很烦 她经过三次婚姻 五次恋爱 已经太了解老妈了 你要觉得不吉利 你就不吃 我们无所谓 李勇说完 拉开椅子 就坐下吃饭 辞旧迎新的这顿饭 第一口就让她心里堵 说心里话 有时挺恨老妈的 要不是母子关系 要不是她很不下心 她真想一辈子都不来往了 公公也坐下来 故意吃鱼 还不停地夸铃子做得好吃 婆婆本来想找茶 结果这两个男人 都向着儿媳 让她反而没面子 心里更恨灵子了 而灵子却啥话也不说 抱着孩子安静地吃饭 结婚三年 她已经跟婆婆较量得太累了 她只想在婆家对付把年过完 然后就可以回自己的小家 继续一家三口温馨的日子了 可想不到的是 过年的这几天 她为了减少争端 采取少言寡语状态 更加激怒了婆婆 婆婆把这种态度 当成了对她的藐视 所以初期这天 她忍无可忍地 跑到了儿子家找儿媳吵架 没有李勇和爸爸在场 谁还能给儿媳妇撑腰 婆婆打的是这个主意 她以为她可以对灵子 在言语上随意攻击了 到林子却一句一反攻 分毫不让 最后更是把这个水杯摔在了地上 把自己赶了出来 这个女人太张狂了 她居然不怕我 等着吧 不把你赶走 我的名字就倒着写 婆婆离开儿子家时 发狠地响 所以一回到自己家 就立刻装病给儿子打电话 更是以上调为由 来要挟让老头说谎 李勇回到自己家 打开门 里头静悄悄的 好像没有人 那一瞬间 她真害怕老婆一生气 回娘家去了 然后再也回不来了 就跟前两人老婆一样 李勇赶忙走进卧室 看见老婆带着孩子正在玩玩具 心才放下来 这时才看见 地上确实有一个摔碎的水杯 你真拿杯子砸麻了 李勇惊讶地问 我是摔在了地上 没砸你妈 她出言不逊 跑来侮辱我 孩子都吓哭了 我为了赶走她才摔的 林子说这些话的时候 非常平静 就像在说别人的事 李勇心里再次不安起来 以前林子跟婆婆闹矛盾 都会生气地跟自己诉说 有时还会哭 可她这次却是前所未有的冷静 十分冷静 林子 我刚才去我父母家了 我批评我妈了 你别生气 李勇想安抚一下老婆 林子没说话 手里摆弄着孩子的玩具 李勇说 你饿了吗 我去做饭 说完转身去厨房 背后却响起 林子淡淡的一句 李勇 咱俩离婚吧 李勇僵住了 这话迄今为止 她已经听过三次了 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女人 区别是前两个女人 都是跟她生活 一年左右的时间说的 而这次林子 跟她过了三年才说 谁能想到这三年里 她老妈闹出多少事啊 林子跟她空诉过多少回啊 她自己心里有多么烦呢 这是日子吗 谁家的日子会这么过 林子 你别说气话 明天我就张罗换房搬家 让我妈再也找不到咱家 以后咱再也不回去了 行不行 李勇真是害怕了 她都四十多岁了 折腾不起了 林子微笑地摇摇头 李勇 没用的 你心里也清楚 你躲不开你妈 你妈心里容不下任何女人 不管你娶谁 她都会找茬的 而你们之间是扯不断的血缘关系 所以我冷静想过了 若想生活平静 只能我离开 咱俩离婚吧 李勇眼泪涌上来 李勇子 我妈是有问题 我都说清楚 但日子还是咱俩的 咱俩躲着她还不行吗 我以前也是一直劝自己 日子是咱俩的 但我今天彻底明白了 你我之间永远都隔着你妈 这根本是不可能躲的事 而且我太累了 我提心吊胆 心烦意乱了 过了三年 再这样下去 我就要崩溃了 林子说 李勇还要说话 林子却阻止了她 多余的话也别说了 你其实都明白 去做饭吧 我饿了 李勇这顿饭 可以说是 就着眼泪做的 她觉得人生没有希望了 她的心 就像一所房子 被老妈无情 且无理地摧毁一次 她就坚强地再重建一次 再摧毁 再重建 又摧毁 而这次 她觉得自己实在没有心力 再重建了 饭做好了 李勇坐在桌对面 看着林子吃 她泪流满面 可是一句话也劝不出来 她心里再清楚不过了 林子说的都对 只要老妈在一天 她就别想有平静的婚姻 晚上 林子带着孩子睡觉了 李勇站在阳台发呆 手机响了 老妈的声音喊出来 你老婆承认了吗 她用水杯砸我 你教训她了吗 我告诉你儿子 这次 你必须看清你老婆的真面目 你不在场的时候 她就是这么欺负你老妈的 如果这次 你不为你妈我出气 那你就是个不孝之子 大不孝 说话呀 林勇说 林子要跟我离婚了 老妈的声音烧停 然后开心起来 这是好事儿啊 儿子 别犹豫了 跟他离 离了 妈再给你找更好的 不 妈明天就找人帮你介绍 林勇苦笑了一下 也许天底下 只有他妈能把自己儿子 反反复复离婚 当成大喜事儿吧 李勇说 我和林子都有孩子了 孩子才七个月呀 孩子不要了 一个丫头 咱家不稀罕 再结婚生个儿子 老妈兴奋地说 李勇挂断了电话 她感觉 在让老妈的喜悦 从话筒里透露出来的话 那就是在扇自己的耳光 李勇和林子离婚了 林子主动要带走孩子 李勇舍不得女儿 可女儿还在吃母乳 离不开林子 以后还让我见女儿吗 李勇悲伤地问 您想见随时 林子说 李勇办完手续的那天 老妈几乎比过年还开心 三年了 我终于能透口气了 她对老头说 老头把手里的书 啪地扔了过来 我们李家当年娶了你 真是倒了大霉 儿子结三次婚 都被你搅黄三次 你安的是什么心呀 看不得儿子好吗 你也学会摔东西了 老太婆说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儿子好 那三个女人 哪个都配不上我儿子 我要为我儿子找更好的 她说到做到 第二天就联系了 很多亲朋好友 给儿子找对象 但几天后 得到的消息却是 李勇现在已经 四十多岁了 房子和存款 又都给了前妻 工作还一般 家庭也没有背景 想找条件好的姑娘 不可能了 亲戚朋友们 费了老大力气 找了两个 离过婚 没孩子的女人 给李勇妈妈说 开始李勇妈妈 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 又等了一阵子 再没有 比这俩女人 更好条件的了 她也不得已 只能认清形势 但跟李勇提的时候 李勇却坚决不肯见面 老妈骂她 她就怼过 再结还得离 费那事干嘛 这两个女人 别看结过婚 都懂事呢 我也见过了 都不错 能跟你过长 老妈说 李勇说 过长过不长的 跟老婆没有多大关系 主要在于你 你活着一天 我就别想有自己的家 李勇心寒意冷 跟老妈说话 也变得无所顾忌了 她的心都碎透了 也不在乎 再伤别人的心了 特别是老妈的 啥 老妈火了 你说你离婚 都是因为我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吗 现在居然嫌我活着了 好 那我干脆就吊死算了 然后又去柜子里 翻出那根绳子 我要上吊 不活了 耳不笑啊 老妈哭着说 李勇一动不动 这次 我要吊死在阳台上 我要让路过的人 都看看 儿子逼死了老娘啊 老妈继续大哭 李勇还是不动 老妈看了儿子一眼 去了阳台 拿起一头绳子 就往晾衣杆上甩 一边甩 一边夸张地 大声哭诉 咣当 客厅里 却传来关门的声音 老太太丢下绳子 跑出去一看 儿子居然走了 他亲妈正在上吊 都已经在阳台上 甩绳子了 他当儿子的 不但一句话不劝 还走了 啊 老太太这次 真的哭了起来 这是要我的命啊 老头恨我 儿子也恨我 我的命咋这么苦啊 李勇回到出租屋 看到手机上 灵子发来的视频 原来 女儿会叫爸爸了 女儿含糊不清的爸爸 让李勇心里 突然就照进了一道光 原来 希望还在 一直都在 明天是女儿的生日 我们一起来给她庆祝吧 灵子发来语音 李勇说 好 明天在家等我 我现在就去订蛋糕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 已经正式开通了 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希望你能以为 自己能让留意 CH 商量 你永远不会孤单 你永远不会孤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